市议员吕美玲带着市政府公务处养护工程科长简易哲 蹲着查看正义路二项军列的路面 因为民众向吕美玲反映军列的路面长度越来越长 担心是不是会因为路旁的挡土墙太重 导致路面军列甚至会塌陷滑动 因此邀请市政府公务处养护工程科 中正区公所以及产业发展处人员一起办理现场会堪 是因为这边有军列的现象 那我们害怕是不是因为党统要过重或是其他的因素 那会有持续军列下限甚至整个滑动 因此我们召开这一次的这个会刊会议 那会刊的结果的话就是可能先查一下这个路底 就是那个道路的路底是不是有夯食 或者是因为有过去的时候没有夯食 然后造成了这个有掏空啊 或者是因为这个山水啊淤积然后到成这个基底有这个掏空的现象 所以才引起这样的道路的军列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说相关的局处能够做好这个沿途 然后回复行人道路行走的安全 市政府公务处养务工程科长检疫则表示 查看挡土墙都没有明显裂缝 因此初步判断应该不是挡土墙太重导致滑动的问题 将再次铺设好路面观察是否有在军列下限的问题后再做进一步处理 判这个正义入二项的那个挡土墙部分 它挡土墙是没有错位的状况 那初步研判应该是我们道路的路基有呈现的情况产生 所以我们目前我们会先将路基重新改良 改良完之后我们持续评估观测我们挡土墙是否有错位状况 那如果真有挡土墙错位状况的话 我们会针对挡土墙进行改善 于美林指出因为这条路也是人车来往频繁 希望公务处可以赶快确定好原因做好改善工作 避免发生挡土墙或是路面 整片滑动塌陷的意外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